灰色衫的男人被當個人襲擊,之後躺在地上 有人上前扶他,其間再被踢和潑敵體 那個男人站起來,額頭和眼角受傷流血 試圖離開其間再被人打 現場消息說他被人打之前,曾經用粗鹽紙碼和踢人 他之後走向港鐵客戶中心,再和在場的人口角和拉斜 最終坐在場角休息